尊敬的皇帝陛下 我们又见面了 上一次是在秋天 这一次在寒冷的冬天 我们的可汗 竭力大可汗 派我来向皇帝陛下致敬 您没有麻烦了吗 陛下不知道吗 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是陛下的将军们 给我们的麻烦 陛下如果能够制止他们 我们的可汗 愿意保卫唐朝的北方 好啊 如果你们能够制止 尊敬的陛下 我就识说了吧 其实 我们已经到了最后的地步了 因此 我们可汗需要停战 说 为什么不投降 陛下 我们的可汗说 保卫唐朝的北方 其实 就是投降的意思 这要看着竭力 亲自到我面前投降 不战而虚人之兵 盯着上者 既然愿意投降 我们可以少牺牲 多获利 我以为应该接受投降 陛下 竭力这个人从来不讲信用 投降 恐怕只是缓兵之计 这次出兵 到目前的地步 是将军们的胜利 并非是我们的国力 已经强盗到可以一举解决 要一举解决 我认为 还是要再积累数年 你呢 你怎么看 幼城的议论有道理 能和不如先和 但和的条件要磕 防止之后的反复 和 我又不甘 战 目前 我们的军力还不够 如果能做到 红炉卿的河 军力的元气还在 元气还在 就不怕反复 这样吧 红炉卿 臣在 你还是走一趟 看一看草原十八部 到了什么情况 如果和谈成了 岂不是便宜了截力 当然是这样 截力虽说现在败了 无力反击 可他的部下人数众多 势力不可小视 截力 如果穿过汉海沙漠 逃向北方 等到春天草木再生 元气恢复 一切可就难办了 达到现在 将士礼功 只是二等 灭掉截力 功为一等 将士争功 争一等这是士气 不可摔 我要为将士争功 陛下已答应 竭力地投降 红炉卿 也已经到他那里去了 这个仗怎么打 这正是 韩信击破齐国的道理 一个红炉卿 有什么可在乎的 虽说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但是没有陛下手持 煽动兵马 等头谋反啊 如果平定草原十八部 是谋反的话 我就谋这个反了 听令 国帅金月骑兵一万人 写二十日粮草 奔袭铁山 竭力一定逃往气口 统告莫道新军总管 你还是用老办法 埋伏在气口 你我何为 生擒竭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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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你们知道 这匹马为什么停不下来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坏小子们 他知道立功的时候到了 如果我们连续奔袭二十天 到达铁山生擒吉 朝廷给我们的就是一等功 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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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走了 跟不上的就不要跟了 跟我走 要不要 等雾散了再走 天助我爷 难得大雾 正是七夕的大好机会 离铁山还有多远 大概还有三十里 天助我爷 传前锋来 传前锋 你帅两百人 加速前进 发现草原十八部营地 鸣笛 你给我只管往里冲 是 要坏要坏啊 不要杀 后边跟点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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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 苏定方他们已经进去了 走啊 坏小子们 走啊 什么声音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声音 你们不讲信用 你们背心急 这是你们的人在起内哄吗 报告 汤军杀进来了 马上 杰力可喊 杰力可喊 这个灵性简直是轻举妄动 没事没事 我们有福节呀 有福节有什么用 这个时候谁还能飞进入谁呀 那怎么办呢 逃吗 公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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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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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放开我 我可是有金印的 你们瞧 金印在这儿的 放开我 放开我 我有金印的 我有金印的 金印的 你们跟我回场 金印的 不妨你们融化不失去 我的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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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印在哪儿了 金印哪儿了 他的金印哪儿 我的金印哪 我的金印哪 好 陛下 迟报 杰力 还不投降吗 走 走 走 快点 大帅 竭力带到 跪下 交出你的可汗金印 没来得及带走 看下他的头 金印 我确实没来得及带 押下去 我认识到刑军总管军情迟报 怎么没封口 船到太极宫时就没有封口 小陈特别问了兵部来的人 船到他们那时也没有封口 我给你打一个赌 为什么 军情迟报没有封口 说明情况紧急 来不及封了 我赌 大获全胜 我也赌这个 那叫什么赌 你赌别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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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赌 陛下 又仆叶辞世了 陛下 陛下 我还是赌 大获全胜 我还是赌 大获全胜 大获全胜 公元六百三十年 贞观四年三月十九日 杜如悔病逝 年四十六岁 他们还还得要 尹尾 看 浅 杜如悔病逝 杜如悔病逝 展池 靡 马 都 琦 我们都赢了 又不赢也赢了 如果又不赢活了 他也会赌在大火圈上 我们又见了 上一次 武德九年 你亲自来到渭河边 今天 你 你 亲自来到长安了 你的父亲 和你的哥哥 都是伟大的可汗 十八部族 也是强大的民族 念及我们在渭河边桥 结盟之后 你没有大的侵扰 朕赦免你的死罪 把求证打开 四座 谢陛下 不杀之恩 谢陛下 不杀之恩 大可汗 要有大可汗的样子 两人哪 带他去 太普拐 不要怠慢他的饮食 去吧 谢陛下 不杀之恩